事發場有個原因 剛好觀眾朋友來聽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要持續為大家帶來的是 《地獄廚房地實境那些人去哪了?下集》 本日要介紹的是本季的Drama四天王 而且通通在紅隊 C姐想在你腳上寫一個慘字啊 好的那麼話不多說 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第一位局長Bobby 本季前期的風暴核心人物 雖然我個人認為他其實蠻慘的 Bobby的廚藝表現非常的神經刀 而且是很特定的神經刀 第二集的挑戰賽是 先做出六盤扇杯料理的隊伍獲勝 光是Bobby一個人就凱瑞了三盤 反觀藍隊到比賽結束只完成了兩盤 扇杯女王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有了此等霸氣稱號 當天的晚宴賽 隊友也很放心的把雨扇台交給Bobby 結果Bobby的表現爛得要死 他真的是早上的那個扇杯女王嗎? 不過Bobby也因為這場比賽 成為了紅隊的首要淘汰目標 紛紛覺得是Bobby毀了整個紅隊的晚宴 而且場面異常火爆 一副Bobby欠大家幾百萬一樣 我個人是覺得剪輯應該有省率很多片段 因為同場比賽 C姐的威靈頓牛排也很慘 但大家也沒這麼誇張啊 可不得不說Bobby也真的是非常的白目 隔天一早大部分的選手都還在睡夢中 Bobby卻起了個大早幹活 還故意不斷踩地板製造噪音 其他選手憤怒的衝出來跟Bobby對職 接著又是一場激烈的現場衝突 然後當天的晚宴賽 Bobby的職位居然又是雨扇台 結果也跟前一晚一模一樣光速被退貨 而且在端上去以前 Bobby還很興奮的跳了一段扇杯過關之舞 這季的人是不是都很喜歡打臉自己啊 當你想說Bobby在雨扇台這麼雷也該是時候給他換個位置了吧 結果時隔一集Bobby又站上了雨扇台 我是不知道選手的位置是隊伍決定還是製作組決定的 但我個人的感覺是紅隊的其他人為了把Bobby給搞走 一直把他放在雨扇台 因為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紅隊的策略簡直太成功了 因為加上這一次 Bobby已經是第三次因為雨扇台上淘汰席次了 雖然Bobby遭到了紅隊如此針對 但關於他的drama情節卻一直不問不夥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Bobby是個還蠻冷靜的人 每次跟隊友起衝突 他就會擺出一副非常嘲諷的表情 相當的討人厭但又很好笑 是本季表情包的最大貢獻者 再加上他的心態其實蠻好的 往往都能說出一些很中肯的話 而且後期Bobby的表現越來越好 在肉類區也多次打出精彩比賽 經常被Golden點名稱讚 而且從第10集以後 幾乎沒有任何失誤 唯一一次也就配菜忘了加鹽巴 存活的時間也出乎我意料的 久他一路活到了第18集的準決賽才被淘汰 而且那集他也沒什麼明顯的失誤 算是一路頂著逆風比過來的勵志型選手 離開地獄廚房之後 Bobby回到了神盾局擔任局長一職 離開地獄廚房之後 Bobby創辦了餐飲公司名為Supcatering 主要從事一些慈善活動 目前是私人廚師和餐廳顧問 並在第17季的全明星賽重返地獄廚房 好的下一位鬼娃恰及Tiffany 靠北我會不會下地獄 就是剛剛對著Bobby摔水杯又罵髒話的那位 這位雖然戲份不到特別多 但是每一次都挺精彩的 紅隊本季有很嚴重的小團體情況很常看到兩三個人互相拉幫結夥 而紅隊最一開始的分裂主因正是這位Tiffany 第五集是墨西哥挑戰賽 其中一名隊友名叫Kimi 這位等一下也會介紹到 他用一般的麵粉做成了玉米餅 雖然有點不合邏輯 但Kimi還是幫助紅隊拿下了分數 而當天晚上的時候 藍隊的Royce在跟紅隊的一個妹子抱怨 抱怨的內容是 Kimi做的麵粉玉米餅很莫名其妙 一點都不傳統 這件事情明明沒有Tiffany的事情 但他卻自主情因跑去跟Kim告狀 然而更扯的是Tiffany他並沒有實話實說 他自己瞎掰了一個全新的版本 他謊稱紅隊的另外三個人在說Kimi的玉米餅很白癡 分別是戴娜C姐跟一個不重要的隊友 於是隔天Kimi的怒火席捲到了三人身上 無辜三人組哑口無言 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紅隊自主小圈圈的習慣也就從此開始 Tiffany真有你的啊 然而你以為Tiffany費盡心機把紅隊搞得水火不容 能有怎樣特別的目的的話 那你就錯了 他做這件事情毛的原因都沒有 單純就是來搞事的 Tiffany在搞分裂上確實很有天分 但他卻沒有把這樣的天分帶進廚房 此人的玩宴賽爛到出汁 還很不聽勸跟愛甩鍋 而且是很有心機的那種 第七集的時候Tiffany負責於扇台 身為扇貝大吐島的芭比 建議Tiffany盡量要在鍋子中間煎 不然火力會不夠大 但Tiffany一臉轉一樣 完全沒有聽進建議 接著就喜聞樂見的被退貨 然而Tiffany卻認為都是芭比的錯 哇 人家給你建議你不聽 然後出事怪別人 太神奇了這邏輯 而同一場比賽中又發生了一件讓我傻眼的事情 C姐眼見Tiffany不斷爆炸 主動跑過去幫忙 然後Tiffany就把所有的事情丟給C姐 自己則站在旁邊監工 只有芭比看出其中的陰謀 Tiffany想讓每個人都做點事情 這樣到時候出錯的時候 就可以把問題通通推給其他人 可憐的C姐就這麼落入的Tiffany的圈套中 而類似的場景幾乎每一場比賽都會發生 芭比每一場都會試圖去幫助Tiffany 但Tiffany每次都會拒絕幫助 然後上菜一定會被罵 接著開始責罵芭比是個賤人 然後芭比就會識破Tiffany的心機 並說出一段邏輯正確的推論 真的多虧了Tiffany 不然芭比也不太可能快速洗白 然而表現如此差勁的Tiffany 在本季卻顯少被投票出來淘汰 因為她的運氣真的太好了 只要她表現不好的時候 紅隊剛好都能贏下比賽 再加上她在的小圈圈 本來就有人數優勢 也就造就了Tiffany在本季 奇蹟似的只面臨了兩次淘汰 但第一次沒被淘汰 除了想留她下來看戲以外 我真的找不到其他原因了 其實比到中後期 Tiffany真的越來越消極 Golden也看出了這個問題 因此在淘汰的時候問她 如果認真程度有10分的話 你現在有幾分 這根本就是送分題啊 10分以上都是標準答案好嗎 正常人都能答對 然而我們的Tiffany哪是什麼正常人 9分 大概是9分 哇靠第10季 是不是在比看誰比較會神回覆啊 而在第二次面臨淘汰的時候 是第13集 在被拆階段的時候 隊友提醒Tiffany 馬鈴薯根本還沒熟 還需要不少的時間 但她老樣子不聽勸 於是乎就出現了 史上第一盤生的焗烤馬鈴薯 脆的跟洋芋片一樣 就連Golden也是頭一次見到 而馬鈴薯也導致紅隊的進度 大幅落後整整10分鐘 更扯的是 賽後大家在討論淘汰人選時 Tiffany居然認為有人想陷害她 她覺得是有人故意把馬鈴薯拿出來 就算真的是這樣好了 你拿出來也稍微檢查一下吧大姐 而且當天晚上的馬鈴薯 最後還是戴娜幫她搞定的 Tiffany則是又跑到其他地方神優去了 最後總算是在第13集遭到了淘汰 整體來說這是一個神奇的選手 吵架的時候永遠跑第一個 但初包永遠看不見人影 賽後Tiffany的資料非常的少 只知道他在家鄉的一間餐廳工作就這樣 好的下面一位 Kimmy就是用麵粉做玉米餅的那位 非常以曼菲斯為榮的選手 專長是南方菜 只要遇到不知道要怎麼處理的食材 通通下油鍋 做法粗暴簡單卻有效 而Kimmy也跟Tiffany並稱第10季 抗芭比先鋒隊 這兩個人非常討厭芭比 而這隊抗敵先鋒在本季一直同個鼻孔出氣 也因為有人數優勢的關係 一直讓芭比面臨淘汰 而Tiffany很少被提名的原因 正是因為Kimmy一直在保他 像是剛剛介紹的馬鈴薯那集 Tiffany已經做得夠爛了 但Kimmy還是將淘汰票投給了Bobby 理由是Bobby在備菜的時候不認真 但說到偷懶 Kimmy其實也不遑多讓 他會以各式各樣的理由來逃避比賽跟處罰 本季的味覺挑戰賽 由於紅隊多出一個人 Kimmy就以早上有抽菸為理由逃避比賽 如果是這理由的話 大家通通都不用比了 要知道地獄廚房人人都會抽菸的 而且這個人很愛說謊 他跟Tiffany的搞心機不一樣 Kimmy就是單純的不老實 此人在本季跟不少人有過節 除了一開始的Bobby以外 接下來的就是本季的紅隊小可愛戴娜 他們兩個因為先前Tiffany的造謠而開戰 哇真是禍害一千年啊 本季的第五場晚宴賽 戴娜拿著一盤魚去找Kimmy 並問說要不要放在同個托盤上 Kimmy二話不說就把肉也擺了上去 但這其實是個大忌 因為味道會混在一起 果不其然立刻就被發現 而在賽後Kimmy堅持是戴娜的錯 雖說戴娜會這樣問也有點問題 但是你可以阻止她啊 最後於第14集的南方菜晚宴賽遭到淘汰 話說這場比賽明明應該是Kimmy的主場 但不管是上半場的挑戰賽 還是接下來的晚宴賽 Kimmy的表現都嚴重的失場 不過此人待會還會有很多的戲份 大家不用擔心 離開地獄廚房之後 Kimmy與丈夫開了一間名字很長的餐飲公司 並在Chills擔任廚師 好的最後一位要介紹的是 本季的Drama Queen 紅隊四人中的最後一名 Robin 本季的萬奇王說什麼被打臉什麼 根本就他媽家文四世到處插旗 此人在本季挑起了非常非常多的紛爭 大部分的事件也都與他有關 而Kimmy跟Tiffany會如此針對Bobby 一部分也跟Robin脫離不了關係 而且其原因可以說是莫名其妙到了極點 第二集的時候 Robin跑去跟Bobby借膠帶 Bobby表示膠帶可能不夠用 但這卷可以給你 這句話應該完全沒問題吧 然而Robin突然爆氣說Bobby的口氣很差 啊三小 這段我反覆看了三四次 Bobby的語氣跟態度都很平淡啊 爆氣的點我是完全看不懂 而在Tiffany說謊成功分裂紅隊後 Robin、Tiffany以及Kimmy組成了一隊 他們三個這段期間除了想辦法淘汰Bobby以外 Robin跟Kimmy的友情指數也直線上升 而本季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就是看這兩個人分分合合 三人從第五集下半場組隊成功 但第六集的上半場就翻臉 原因是來賓喜歡強烈的香料味 Kimmy一直提醒Robin要多加一點香料 結果Robin充耳不穩也導致紅隊輸了挑戰賽 兩人的友情小傳說翻就翻 雙方都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而他們也將挑戰賽落敗的不滿情緒 一路帶到了隔天的晚宴賽 Kimmy表現得相當消極 不想討論挑戰賽的事情 但Robin卻不斷的咄咄逼人挑起事端 害得Kimmy只能上樓打拳紓壓紓壓 幹我是真的不懂Robin有啥臉跟人家起爭執 整件事情錯的就是你 你還好意思主動開戰 但是俗話說得好床頭草床尾和 下一集因為紅隊贏下了晚宴賽 兩人又和好了 簡直就是小朋友間的小打小鬧 但是他們的感情也從這集開始有了明顯的裂痕 而這個裂痕將在第10集的時候被徹底撕裂 本集的晚宴賽剛開始沒多久 Kimmy就被熱鍋燙傷 並留下了2英寸的傷痕 但Kimmy並沒有因此而缺席比賽 反而是頂著傷痛在肉扇台打拼 紅隊的隊友紛紛對於Kimmy的拼鬥精神表示 是贊同唯獨他的好友Robin居然在落井下石 Robin覺得Kimmy是個愛哭鬼 是個小屁孩邏輯再次餵狗 接著Robin上菜的時候沒跟隊友溝通 直接把魚給拿了上去 肉類區的Kimmy跟配菜區的C姐 紛紛表示根本沒聽到Robin喊時間 然而Robin卻認為是兩人試圖在陷害他 哇我說這記得人是不是對有點怪怪的 而隨著比賽的進行 類似的情況又發生了一次 而且又是發生在Robin跟Kimmy這對姐妹套身上 連續的爭執也導致兩人的關係降至冰點 Robin不斷對著其他隊友解釋 今晚的食物全部都是因為Kimmy 此時Kimmy上樓維護自己的名聲 接著就是一連串的笑音Rap 而且陸陸續續吵了三次 也是本季理智縣最接近斷裂的一次 因為Kimmy已經是準備開幹了 要不是C姐在後面拉著 否則地獄廚房第一次激情碰撞即將發生 這場比賽Robin也沒意外的是淘汰人選之一 而他的辯解詞再次惹火了Kimmy 他說他表現不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常常要在比賽中幫Kimmy收拾殘局 聽到此話的紅隊紛紛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幹雷說謊說得這麼自然就是了 就連C姐都莫名的躺槍 而Robin也正式向紅隊宣戰向主廚自主請櫻要去藍隊 至此Robin加盟藍隊也與昔日好友徹底翻臉 而在Robin去了藍隊以後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紅隊的實力不但沒有任何的下滑 還有了非常明顯的提升Walk out 這樣誰是老鼠子就很明顯了吧 但這樣就苦了可憐的藍隊 藍隊在後期原本磨合的相當不錯 但Robin一到不管是效率還是團隊氣氛全都下降到了前所未見的冰點 第13集兩隊要創造出各自的菜單 藍隊的賈斯汀想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菜 那就是在花裡塞餡料便拿去油炸 而這道料理當天是由Robin所負責 不過原本的菜單就不怎麼熟了 新菜單那肯定又得爛一輪 Robin不但沒有認真的學習怎麼完成這道菜 反而抱怨賈斯汀幹嘛沒事搞這麼難的東西出來 最後食材全部變他世光 又抱怨幹嘛不多準備一點 我的天 到底怎樣的情況你才會覺得是自己的錯 而當天晚上在提名的時候更傻眼 賈斯汀沒意外的提名了Robin 而Robin也提名了賈斯汀 理由是因為你提名我 所以我也要提名你 哇靠你是小學生嗎 我反彈你反彈的反彈 然而Robin跟賈斯汀的姻緣卻還沒有結束 第15集的時候Robin被分配到了配菜區 但隊友的牛排遲遲無法合格 主廚就讓Robin把配菜先收一收 但由於怕醬汁涼起 蘇一嘴 涼起 賈斯汀建議Robin把醬汁放進烤箱 注意只有醬汁而已 然而Robin卻把所有配菜通通往烤箱裡塞 接著光速甩鍋給賈斯汀 說是賈斯汀叫他這樣做的 這段我反覆看了三四次 我確定他只有說放醬汁 接著Robin說了一句讓我極度傻眼的話 他說如果是紅隊的話就不會這樣了 聽到這裡我真的只能苦笑 當時自己說要來藍隊 來了之後又想紅隊你到底想怎樣 而且他在發黑夾克的那幾比賽中 還很羨慕紅隊先拿到黑夾克想回紅隊去 也因為沒能力又愛甩鍋再加上一隻人在曹銀星在旱 藍隊所有人都非常的想把他趕走 也因此Robin大部分的電體級數都在後半段 此人從第12集開始天天電底 但卻一直淘汰不了 每次都剛好有人表現比他更差 到後面你都會想說 這人是九命怪貓嗎 為什麼怎麼弄都弄不走 最後終於在第16集的時候遭到了淘汰 短暫穿了一下黑袍夾克 所以說Robin這個人真的是蠻北藍的 甩鍋一流就算了 每每生氣的邏輯也總是讓我摸不著頭緒 但撇除這些Robin在專訪的時候還是蠻有趣的 每次都會做一些搞笑又浮誇的反應 給我的感覺就是個小朋友 不過Robin賽後的發展倒是相當的不錯 離開地獄廚房之後Robin轉戰其他的美食實境秀 在Chop的以及Cutthroat Kitchen都拿下了冠軍 後來經營自己的美食餐車 Robin在第17季回到了地獄廚房參加全明星賽 跟Bobby是同一季值得好好期待一下 並在2020年發行了自己的食譜 好的今天就簡單說說我對於第10季的看法 這季算是全程都蠻高潮的 一直都有不同的人跳出來搞事 但是不太會讓觀眾覺得無聊 但本季的節奏拖得很慢 有時候兩集才淘汰一個人 估計是收視不錯 集數越來越多 這樣的情況以後應該會變成常態 不過這季倒是發生了不少以往所沒發生過的事 像是味覺挑戰賽滿分的男人 以及兩隊都輸的挑戰賽 又或者貝克漢來吃地獄廚房 其實還是蠻多看點的 整體看下來還是不會太無聊 好的那麼今天影片結束以前 跟觀眾告知幾件事情 下個月地獄廚房跟決戰時裝伸展台 將會短暫的停更 4月會是我的任性期 做一些我一直想做的影片 再請各位期待一下啦 好的我是Simon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